今天我们聊一下程序员 首先计算机这个超级大学霸 已经全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那就算计算机是超级大学霸 但是他也得自己知道自己去做什么 而这个时候程序员就上场了 程序员就依靠写程序的方式 来教计算机执行一些什么样的命令 就手机上吧 这些框框其实都是一个程序员写的程序 比如说我打开起马拉雅 这里面就有程序 我打开主页的话 首先能显示里面的是一些什么信息 然后我要是点主页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按钮 他们这个程序应该反馈一些什么新的信息 打开什么新的页面 而这些其实就是程序员在这个程序里面 教计算机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解释说程序员就是写程序的 这一点基本大家都能够理解 但到底写程序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计算机基本的知识 其实你对写程序这个事情是非常模糊的 程序员来写程序其实用到的就是编程语言 而编程语言我们经常会在网上能看到什么C语言 C++语言或者JavaScript语言 那我们用到的这些编程语言 其实就和我们人类在地球上使用到的这些语言差不多 像有我们的汉语 有英语 西班牙语 什么意大利语 这些其实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语言 那人和机器沟通的语言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编程语言 那编程语言当然也有很多种了 那根据每种语言都会有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那我觉得跟程序员很接近的一个职业 应该就是翻译了 你想翻译也有各种各样语言的翻译 也是英文的翻译 意大利语的翻译 一些小语种的翻译 那程序员也是一样的 有专门是给电脑写程序的 也专门给手机写程序的 还专门写一些所谓的什么后台程序 前端程序 那我为什么说程序员和翻译很像呢 因为这两个职业真的就都是和语言打交道的从业者 都是手工业者 那么多年用海老一日的翻译 所以我把程序员和翻译做一个类比 其实就是想说 我们不觉得翻译是一个什么 多需要高间科技的这么一个行业 其实程序员也是一样的 程序员不需要什么多牛的数学 你只要会加减乘除 基本上就够了 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都主动或者被动的学过英语 其实学员们语言和学英语是一样的 那有语法呀 其实这些语法你要掌握好 然后就是词汇量 你要经过大量重复的去训练 让你的肌肉里面有记忆 那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好的程序员呢 我们写的程序代码能够让计算机准确无误的去运行 这是一个及格的程序员的一个要求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程序员的话 我们写的代码还得让其他的程序员 让别人看上去要简洁要通顺要易懂 因为我们自己写的代码经常是要交给其他程序员去审核 去维护去进行二次开发的 这是接点一个程序员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会在留言里面问我说 他现在比如说20多岁了 30多岁了 甚至于40多岁了 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编程这个行业 那现在想转码变成程序员 这样可以吗 这样靠谱吗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总的来回答一下说 就是程序员这个行业 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行业 在互联网上你能找到大量的免费的 高质量的交编程的书籍 或者视频 或者也有这种大神写的这种高质量的代码 你所需要的真的就是一台普通的电脑 然后家里有WiFi的网络就行了 这样的话你花一些时间 慢慢的其实你就可以上路就能找到 就能开始学习编程了 既然这个要求不高 那你就花自己的一点时间去尝试一下编程呗 去看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它和翻译一样 它其实刚开始是一个比较无聊 重复劳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让你的自己的有肌肉记忆 你的血代码才会慢慢的通 说你才慢慢的知道怎么跟机器去沟通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 最终我还是推荐每个人 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最后还想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 比如说八九岁十多岁的小朋友 应不应该去接触编程 就我个人主观的一个回答 就是他们还是应该去接触一下编程的 其实不一定就是说 一定要把编程这个事情做得多好 更多的是让他们培养一种 能够跟机器沟通 知道怎么跟计算机沟通是怎么一回事情 在这个基础上 有了心理有了谱之后 他们以后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中间 或者在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自己能够更加好的去决定 自己会不会走上程序员 或者与IT行业相关的这么一条道路 而不是懵懵懂懂的 像我当年是怎么决定去学计算机的 是因为我喜欢玩游戏 我把玩游戏和计算机变成这两个 其实疯牛马不相及的两个事情 就是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结局对我来说还是好的 我喜欢编程这个事情 我喜欢计算机这个事情 但是很有可能当年也是一个 我不喜欢的职业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